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霓虹的山区 却抓不住你的距离 有些人其实早忘记 零零碎的记忆 像霓虹灯总会褪去 我们还能否再继续 我还能否再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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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有垃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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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了 都垃圾了 不要玩了 先再听一下 小心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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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能否再继续 隙子 我 感觉 对 我 有垃圾了 没有 合困 我 智能扣桌都上热搜了 一大早就看到这样的消息 真是很开心 还有一种好消息 我看到了 他们也就好了 对不对 不是这个 是这个 是吧 我们系列外旅重新上线以后 已经向公众承诺了 未来三年的收益 都将捐献给 K忍山区的希望消息 用于购买智能扣桌 很快 K忍山区的孩子们 就可以用上最新的科技竞争学习 你现在远方会有机械的最新的 今天有个例外 准备好几次表扬了吗 表不表扬那无所谓 希望无人变火机和多态生物 这两个项目也能顺利通过吧 放心吧 录演那么成功 肯定没问题 干杯 安安姐 一会儿林董 我肯定会点名表扬你 我昨天看了新一期的财报 威尔酒店收购后 营业额增长了百分之二十 还有一个好消息 红星电通在香港 成功地通过了IPO备案 智能客桌顺利投产 心灵办理也起此回生 做得不错 安逸 董事长 董事长 来 坐坐 今天的例会 咱们要对两个项目 着重提出表扬 一个是最近 已经受到很高赞誉的 智能客桌项目 还有 红星电通的IPO 目前也是进展很顺利 大家辛苦了 这项目的成功呢 离不开大家的努力 咱们在座的有两位同事 获得了卓越之星的称号 表现尤为突出 她们是 方黎 金莱莱 上个月咱们几组录演的项目 都很好 最后跟邵总还有 封控几方的意见下呢 通过的是苏大勇的 社区生鲜店商项目 谢谢 谢谢 董事长 其他的项目呢 没动过 董事长 我可以问一下 多彩生物和没有火无人机 这两个项目 它的问题出在哪儿吗 你是提案人 你应该比谁都清楚 你项目的问题在哪里 不需要吗 苏大勇 你介绍一下你的项目 好 传统农产品流通的主要问题是 小农经济与产品的保鲜 小农经济规模小 交易数量范围也小 所以产品的保鲜时间也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明天见 出发 明天见 明天见 明天见